剛才上來我猜用了大約五分鐘 不知道下去會不會一分鐘都不用 作為一個太陽水化脈 我真的在這段影片都說這句 那我真的會很開心 總之我覺得很有薩爾達傳說的感覺 好像逛一下就會有MPC彈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g 很久沒有跟大家行山了 今天我會由白宮澳出發 搬到香港第二高峰鳳凰山 然後再往往往修養身心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其實大家還可以沿著岸瓶360的維修站上去 那邊主要都是收出過的樓梯 難度會比較低 但路程都挺長 而在鳳凰境第三段這邊 就可以欣賞到更開陽的景觀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很多蟲掉了 最近因為有颱風在附近掠過 所以香港真的超級熱 之前試過37度 所以今天也算好一點了 而且附近有些樹可以遮一遮陰 不過我也不敢看 照他戴上帽子 畢竟重蹬平州的覆遲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那些蟹叫聲 我覺得自己開始進入這個 零修的部分 被烏雲吞食中的大洞山 剛才路牌就說一有四分一小時 就可以上到鳳凰山 所以我現在的目標是 11點之前要上到山頂 希望我去到的時候 上面的烏雲會散了一點 就可以看著飛機起飛 我決定用一個全新的方式 看一個宿視給大家看 還有證明我真的在行山 現在是遙距收音 這裡很漂亮 不過這裡的石級也挺高的 有些人有半隻腳這麼高 究竟高人行山累一點 還是矮人累一點 高人好像比例上不用高 我們到頂了 最後 哇 原來還有20級 到頂了 應該說是暫時的一個小山峰 可以看到大半個機場 雖然前面還有萬萬長路 外面大家覺得整條山路都是一樣 我決定用一句去帶出 我已經逛了500多級樓梯 然後迎面而來 又是另一條 過了這個山頂 再前面有個小山頂 就是山頂 在攻頂之前 我們會經過這個名為 南天門的峽谷 因為兩邊的懸崖 好像向中間收進去 但因為真的比較險峻 所以伸手真的不要隨便走下去 這個角度看是深不見底的 好久沒見這些大幽靈 開始進入仙境的步驟 專上來了 934米 所以現在周圍是一片霧湖 全部都是武器 有很多蜻蜓飛來飛去 其實鳳凰山有兩個山峰 分別叫鳳冠北岩 和鳳冠南岩 如果想到南邊比較偏的山頂 就要從剛才的南天門下去 然後再沿著一條非正式 而且非常狹窄的山徑 途徑的羅漢塔 更是被漁護處理為曾經發生 致命和嚴重意外的高危地點之一 雖然可以看到天窗石 卡通小石 刀片石 和積木崖等等 但上次連西游石都果斷武器 我當然不會帶大家冒這個蜻 最好就是上來這個正式的山頂 好好享受一下周圍的景色 現在看到霧氣散了一點 在雲層上也很漂亮 我妻子不願意 她做了一次給我 她不願意來 她說不 兩年我沒有旅行 大家知道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 但因為山頂有天文台的設施 所以其實在鳳凰山這裡 才能站在腳下 雖然下山是輕鬆很多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得太多 那些玩Parker 失敗的片段 所以我的心理陰影是非常之大 有時候由下山用的時間 比上山更長 換了鏡頭之後 我終於可以清楚拍到我們的目標 雖然剛才沒有機會看到奇形怪石 但在斬柴坳 我走前一點 就會看到小鳥回頭 就好像有隻小鳥站在懸崖上面 如果黃昏光師來拍照 應該都會挺漂亮 幸好我們早一個中開始走 我現在已經看到山頂是超級曬的 如果剛才那種曝曬的話 真的不知道曬上中暑都遲 不知道我覺得這個落斜的部分 比上山更漫長 還沒人剛才已經看到心經簡淋 但現在好像走得還沒到 看到這個鳳凰觀日的木牌 就代表正式完成鳳凰經第三段 迎面而來就是全球最大的戶外木克佛經 這裡三十八條花柱木排成一個無限的符號 象徵的身身不適 而為最高處的木樁 更加是沒有刻上任何的字 代表心經裡面的胸 真相很多人唯一識的一句 就是這個 色即是胸 胸即是色 不過曾經有風水師表示 這個簡林其實是一個蛇陣 而且處於鳳凰山龍脈過合之柱 就好像在施展一個八字鎖喉法 扣死鳳凰 但總之我就覺得很有薩爾達傳說的感覺 好像逛一下就會有NPC彈出來 或者有一個字幕在中間浮出來要解謎 幾經辛苦之外 我們終於來到安平廣場 聽我爸爸去廁所偷偷地跟大家說 其實他超級喜歡吃糯米雞 而且每次走完山都指定要吃山水豆腐花 所以我決定帶他去龍徽 一次過滿足他兩個月望 雖然我自己也有點想吃糯米雞 在這個這麼嚴熱的天氣 當然要先吃一些糯米雞 雖然人們經常說熱的豆腐花才有益 我真的超久沒吃這些逛餐才會買的豆腐花 我對上一次吃 我已經整個月之前 主要是吃漆底買回來 而且我覺得這個豆腐香味也挺足 因為我幾宗的豆腐花好像也沒有它那麼濃味 不用兩分鐘已經清掉了這碗豆腐花 然後就是我最期待的糯米雞 我不知道這個裡面有什麼鹹 因為現在糯米雞真的有很多變化 除了成本問題 有些已經不會放雞翼 放雞件 有些又沒有放鹹蛋黃 隨便糯米 這個沒有變成一坨 吃下去再感覺到一粒粒 我不知道是在表面上放的醬油 只是蒸的時候令荷葉滲進去 飯也挺好吃 我記得它內餐就有一塊雞翼 還有豬肉 蠟腸 鹹蛋黃好像不太見 以40元來說的確是小貴 但想起來是廣平市場 可以走完山吃到這樣的東西 其實也差不多價錢 是不是蠟腸 我不知道 我不懂得分辣腸 那它是什麼牆 不知道是什麼 雖然它這隻糯米雞的餡不算特別多 雞翼也是偏小一點 不過我的尺寸也跟外面買的差不多 至少它糯米也會比重 作為一個碳水泡麥愛的餡 我真的整條片都會說這句 糯米吃真的會很開心 每隻雞翼就好像韓國吃飯一樣 它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一下子把兩條骨炆出來 很棒 好執著於想吃荷葉的糯米 幸好它的糯米也放得多 所以我滿足 休息夠之後 是時候完成了最後一段路 連續走這條260級的樓梯 作為走運這個講究新界的我 其實我覺得這條片 至少要走800級樓梯 但我總是覺得這條特別曬 特別辛苦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有大佛的加持 不想知道也猜不到 原來天壇大佛是全球最高的戶外青銅座佛 歷時十二年來去落成 右手展示了無謂印 代表救贖眾生痛苦的心願 左手就垂放在腳上 展示了預言印 予以賜予眾生福樂 不過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是讀基督教學校 雖然沒有信什麼宗教 但今天主要是以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 剛才上來我猜用了大概五分鐘 不知道下去會不會一分鐘也不用 今天的運動量真的很足夠 這麼多年來都沒試過上海岸平試乘 之前應該是來過搭纜車的 不知道那些幼稚園還是小學的學校旅行 但完全沒有自由時間 所以我根本上都不知道有什麼買 我IG不知道第一個還是第二個鋪已經是拼圖 不知道這裡不用300元 已經買了一個這麼大的LEGO 不過進來的主要目的就是享受 這是引人犯罪的最佳例子 整個股票又說請勿拍打 不過比其他離島 我覺得這裡更加是旅行團向 因為看到那些珠寶店 珠菇店全部都是旅行團會去的地方 想不到餐廳又不算特別貴 我想我以為漢堡包至少100元起跳 早點剛才過來吃 今天的昂平資訊就到此為止 因為我相信不少人都乘過昂平300元 而且比較貴 所以我們會乘巴士下去 不代表拍給大家看 喜歡這影片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最喜歡subscribe your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第一時間之後 我下次會探索香港是什麼地方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